那这不就更有问题了吗 那这不更加说明 这人品有问题了吗 基本的三观还有没有了 人家肯定要找你 换我我也找你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就是个 你跟一个女生 你俩好了 过完年你发现她领证了 然后她现在呢 她老公 现在说得是她老公 发现了你俩之前的事了 然后要跟她闹离婚 闹完离婚以后 还管她要钱 要什么钱 我没听懂啊 你也没说呀 就是她俩不是领证了吗 领证然后就是彩礼啊 什么的 但是彩礼给多少钱 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给她买了个车 车子现在已经还给她了 但是中间就是 之前给她租房子 花了一万块钱 然后还有买的那个戒指 还有手表 加起来 差不多四万多块 五万块钱不到 现在这个男的意思 要还这个钱 他们俩是因为 双方父母介绍认识的嘛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要结婚 他这个男的肯定是要结婚的 但是我觉得车子 然后那个可以还给他 但是我觉得你给人家 租的房子啊 那个房租什么 你跟人家用 我觉得不对 人家也没有说说 拿到价值说 你要必须给我发这个钱 是干嘛 他自己愿意去租的这个房子 他跟那男的结婚 到底是以什么目的呢 家里面逼着没办法 他已经头已经被逼炸掉了 因为这个事情 我俩还讨过好多次 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跟人家那男的结婚 是这意思吗 对 那你应该退给人家 那个财力 然后还有车子的一些还给他 我觉得没毛病 但是你中间 他要中间去算 就平时花的钱干嘛什么的 每次都是他自己过来 要找我谈的那女孩 你自己心里明确是知道 你不想跟这男的有任何结果 没有就是你迫于外界的压力 没有办法 人家是不知道的 人家给你花 是为了追求你 是为了咱俩以后的未来 但是你心里知道 那你这不就是不讲武德吗 你这不就是靠骗 靠突袭吗 你这不就是 这个男的其实心里面 多时候也知道 他是喜欢女孩子的 但是呢 他自己也愿意 这个样子动了吧 你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人家男孩 现在能公开出来说 我当时我知道 当时我接受 现在我不接受了 人家能这么说吗 其他方面你说的就是事实了 对不对 你自己都承认 你明明知道 这姑娘跟人在一起的话 就不可能是 就是也不是出于感情 也不是出于什么的 那你这个目的不纯 说的难听一点 那你这不就是骗吗 就是那个房租 我就有点想不通 其他我都想得通 那人家两个人协商的事吧 人家两个人协商的事吧 就这姑娘自己本人什么意见 因为当时是 是那个男的 一直说让他去藏价 说你过来 我给你做房子 你来你来 然后家里面人也说 也逼他 他没办法就去 我觉得问题 出在他自己身上 你自己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都不断在强调 我就是不想跟他好 我就是不想跟他好 人家给你做这些 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你不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那最后出现问题了 以后你告诉我 这是谁的错呢 你不能得了便宜 又卖乖呀 他俩根本就不存在 感情破裂的事 为什么 因为压根就没有感情 我给你花销的 任何前提的话 我是以结婚为目的 或者是咱俩是 要谈恋爱 要结婚 我才愿意给你花这些的 如果要没有这个 作为前提的话 我压根我不可能给你花 但是你心里明明知道 你给我所有的好处 我想接着 但是我就是不想跟你结婚 我也不想跟你在一起 咱又是非得 所谓站在一个 斗德制高点来说 这事更没法说了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自己不清楚吗 我没有任何歧视 你不是在伤害 人另外一个人吗 那我不明白啊 那我不明白 为啥我这样做呀 然后你反过来 觉得自己很冤 你有什么可冤的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 因为是你自己 这样做出来的呀 你能想明白吗 而且我觉得 已经发展到这样了 他俩也没法过了 那就赶紧离了嘛 对双方都好就行吧 他爸不知道 他妈还有他妹妹知道 他不敢跟他爸说 他是很想离 妹妹啊 妹妹 就这种事能瞒得住吗 就是你们考虑一些点 我根本就不理解呀 他能瞒得住吗 刚刚知道就是说 他要跟那个 他会跟这个男的结婚的时候 你说这些跟我 就是跟我想的事一样的 我觉得这样不对 但是慢慢慢慢的 我发现我掉沟里面 就我又不管你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感觉就三观有点碎掉了 那你还跟着掺乎啥呢 你是想以后跟他好啊 还是怎么样啊 我没理解啊 肯定是想跟他 和他在一块啊 因为我家里面 都知道我跟他的关系 你跟他好啥呀 那你不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他是有问题的吗 我知道啊 你知道这是个火坑 那你还要往里跳 那你还想让我说啥 那我没办法呀 就是如果说 你感觉一个人 他拿感情 拿婚姻 都可以这样当儿戏的话 你觉得这个人 以后要是你俩 能在一起生活好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把握 那我不知道 有可能那你说 他就是跟别人不行 他就是跟我行 那你要非这么认为的话 也可能算这种情况 但是你要说 以我的所谓的经验 或者是认识判断来 来衡量这个事的话 我觉得万变不离情 都是一样的 他跟别人不靠谱 他跟你就靠谱了 我其实心里面都晓得 只是说毕竟说 也不多不少吧 四年我感觉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投给啥 这感觉感觉有点阴谋了 就是说他现在出这个事 他就今天跟我讲 他说那这个事情 我弄完之后我来找你吧 我一直不敢让他来找我 包括我在这边的地主 他说这个话就不靠谱 我的天哪 他说这个话就不靠谱 反正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一开始就没分过 包括到他结婚那天 我俩都没分过 我俩都还一直在谈恋爱 那这不就更有问题了吗 那这不更加说明 这人品有问题了吗 基本的三观还有没有了 你要觉得这个人靠谱的话 那你俩就继续好 反正你要非要问我的话 我就觉得你找这个人不破谱 你有一点 那男的有点怨我 就想可能想打电话给我 但是不知道我的电话 想找我 人家肯定要找你 换我我也找你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就是个 人间清醒 人间清醒啊妹妹